鼓勵八位十五市土地公司 早期農民在每年中出坐的情侯 都会在自己的参讨产位 插到有底子、香、金爪组成的土地公团 感谢土地公的朋友 也计求仓库可以逢收 现在是这样可以看到 不过透过定就位青年農民 又保留这项传统 他会驾头带我们走回来了解 参品插到一只一只的底子 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其实这是早年農村的民宿土地公团 上团都在八位传是土地公的生日 团通上农民都会在中处坐的情侯 在自己的餐厨的餐头或是餐尾 插上一只土地公团 有感谢土地公必有并基求丰收的意义 也让土地公告产来在顺失的时候 有关要谈好吐 中处坐的情侯 农民都会在他的 横头那里做一只土地公团 那就是等一等来说就是去柳子 在柳子寄好时他会用手机 还有三三香会放在柳子上 那就是希望土地公团 就是来这里来寻产 横头横尾希望 希望说今年有个大方向好年 其实北部和南部插 土地公团的时间也不一样 北部的人民都选择5月坐的情侯 南部的人民是选择中处坐的情侯 林九龙表示土地公团在早期 農亚时代是加普遍 但随着时代改变 这项传统也漸漸消息 一定显土地公团 也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 那个时代的记者 土地公团有分 从北部和南部就是北部来说 他们差不多是在5月坐的那里 他们会用 南部差不多是在中处坐的情侯 所说的就是秋报 秋千的秋 那个报纸的报 老一半都没有团队 就是我们去做调查 才知道5月坐 那是中处的时候 農民都会做土地公团 我们知道之后 我也希望把我们以前的鼓励 把他们演唱下去 让我们后一位的孩子 来知道说 这是以前的文化资产 插土地公团的传统 现在是越来越看越来越看 民众如果是经过山峰 附近的时尊 可以来注意 是不是有土地公团的出现 既然是否有土地公团的出现 既然是否有土地公团的出现 第一个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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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帮助 这些邪胡 也是充分建包括